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我们插播最新消息 因为我们刚刚上一段也有讲到说 这个有特定的一些好像美国的公关公司 是不是有意就是这样让培洛西来台 那对此外交部有一个最新的回应 我来念一下 他说针对有心人士在网路恶意扭曲 我国政府出巨资游说议长率团访台 相关预测不仅背离事实居心可意 企图丑化美国有我访兵 分化台湾社会的团结 以及破坏台湾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 外交部已经请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办 以防相关的假讯息传播 而且外交部同时提醒民众 在网路上登载或传播外经证实 还有捏造的讯息图片 相关做法可能触法 请勿随意传播假讯息 好 就是非常严正的一个声明 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就希望外交部跟相关单位 真的是给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清楚的这个条列出来 这个如果真的有相关的支出 那支出的费用原因跟这个相关的细项 让我们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然后以正视听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裴洛西访台 是不是等同于美国要退出第一岛链 这一回看它的这个飞行路线 马来西亚这边飞往印尼大拐弯 那据说它这个拐弯 当时美国是讲说 因为这个南海这个地方 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雷达 所以避开了雷达绕了一大圈过来到台湾 那可是从台湾飞往南海 照理说迟迟飞不也行吗 那结果它又绕了一大圈过去 也被人家讲说 是不是你都要刻意避海南海跟东海呢 是不是等同美国宣告 我退出第一岛链 因为第一岛链南海东海 它等于是默认 是不是就是属于中国大陆的一个 这个临海范围 不要轻易的飞过去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迹象看得出来 这个做出来的总比说得更实在 是不是美国的行为 也告诉我们很多的讯息 它不再管第一岛链呢 所以它的航行路线 你看这个雷根号 波罗迪海 迪犁波罹号 他们现在都在离开台湾的路上 就是离开台湾的海上 越离越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讲到这个裴洛西飞往韩国 那他其实裴洛西去到韩国 一开始都没有发文 直到刚刚才有这个最新的贴文 他其实昨天的 这个晚间12点就已经到了 但是他的行程重点 显然可能不见得是在韩国 他可能比方说像到台湾 一下飞机连发三个推文 可是到韩国 却到今天才发推文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尹熙悦 他是拒绝跟裴洛西见面 他是休假 他只愿意通话 他哪怕人在韩国 我都不要跟裴洛西见上一面 我只要跟你讲个电话 甚至韩国自己还有一些 这个政治人物跳出来说 这样子不够礼貌吧 你应该去跟人家见一下面 所以他们相关的媒体报道都说 隐席越恰巧以休假为由 避免不适的局面发生 韩联社也在讲说 表明在台湾紧张之余 其实韩国对裴洛西访台 其实是一个谨慎的态度 专家也讲说台湾问题如果升级 韩国可能会面临到选边的压力 会更加的加重 所以你其实看看 这一次裴洛西连下飞机 韩国的官员都没有去接机 只有美国驻韩大使 还有驻韩的美军司令去迎接 所以人家在讲说 这样子的差别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韩国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他的谨慎 我们这些揣测 也在刚刚得到了一个证实 最新的消息出来 韩国的总统府坦称 真正的理由是考量国家利益 所以是不是对比出我们台湾 我们有在考量国家利益吗 我们有在考量台湾民众的一些 真实利益 还是蔡英文都是考量 自身的政治利益 日本同样也是对于 陪洛西访台的事情非常低调 他们内阁官房长官是讲说 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做相关的评论 那军演现在涵盖了 日本专属的经济海域 日本倒是先跳出来讲说 会让当地的渔民感到不安 所以他们也是考量 他们自身的利益 日经甚至还算了算 就是说如果台海开战 全球的经济损失 预估会到达2.6兆美元 中国他可能自己本身的GDP 将要减少7.6% 日本同样也会受影响 减少3.7% 欧洲减少2% 然后美国也是减少1.3% 那所以其实美国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损失不在话下 专家也有讲到说 中国的GDP总额是俄罗斯的10倍 所以对于中国的制裁 会是一把双面刃 不像对俄罗斯这么的容易 大家都知道 这个状况的严重性 所以你看看 琉球也有人名跳出来 就说我们不想要被绑在 这个美日反华的战车上面 不要擦枪走火 而且日本现在本身 他们自己都迎来了涨价之秋 这通膨的压力 有万种商品将要在 接下来下半年都要喊涨 所以日本当然不想在这时候 惹是生非 另外我们看到另一个镜头 是到了这个东协外长会议 大家原本是要聚焦什么 缅甸的流血危机 但是现在全部通通都在讨论 陪洛西访台 那当然大家更不外乎要看看 王毅跟布林肯 会不会见上一面 大陆的外交部已经讲说 不会见面了 那接二连三的就是 王毅跟布林肯 可能前后脚在金明两天 会抵达金边 那大家也会聚焦 他们可能两人会接下来 为着陪洛西访台而交锋 那印尼跟美国也在这个时间点 将要举行5000人的军演 可是美军的司令 现在是避谈陪洛西访台 避免擦枪走火或者是节外生枝 那地缘政治的紧张 现在澳洲也感受到了 那澳洲十年来首次重新检视军队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看起来 美国跟中国关系 现在越搞越僵 中国可能已经要关上 这沟通的大门 那所以年底的G20的峰会 原本是说拜习有可能会见上一面 会不会也因此告吹 会不会习近平也决定 不要见面了 那俄罗斯媒体也说 这一回裴洛西抵台之后 他们看到了 是美国在战略上 将会永远失去中国 而且把北京推向了莫斯科 是俄罗斯跳出来讲这样子的话 而且专家也在讲说 接下来什么时候 中国大陆会出手 人家说习近平连任之后 会是关键 这可能就会是中国大陆 对于美国这一波 裴洛西访台 将要出手制裁的时间点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先回应日经的评估 说如果两岸开展 大陆的明目GDP会减少7.6% 我说胡说八道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美国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他的明目GDP有减少7.6% 没有 没有 伊拉克是60万大军 现役军人 300万的货币军人 美国有因为打了伊拉克 他的明目GDP减少了7.6% 怎么可能 因为战争不在美国本土 战场不在美国本土 请问一下 如果两岸开战 战场在大陆本土吗 在台湾 台湾了不起几颗常规弹头的 崩一下大陆福建或是哪里 但是那很快就修补 没有影响 所以我倒觉得 战场不会在大陆 是在台湾 所以大陆的明目GDP 会按照他推估的 我是觉得 那你先算算美国是怎么 美国的明目GDP 也没有跌7.6% 我都没看到 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推估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这是第一个 夸大了 第二个 习近平跟拜登 会不会在集团体会面 11月 这个部分你们要看 美国怎么做 也就是说 美国这次的白宫 对于裴若西来台湾的访问 他是不赞成的 至少是不支持的 虽然被传出说有吵架 白宫已经出来否认了 但是看起来是有吵架 看起来白宫是不开心 看起来他们对于裴若西的做法 他们是不以为然 连美国的舆论 主流媒体都已经跳出来 批评说裴若西这样的做法 是不对的 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裴若西是成就自己的利益 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重点就在于 是谁促成裴若西来台湾访问 如果按照萧米琴的说法 就是说裴若西的助理 有问到说是不是要取消 他说没有 这是沟通上的误会 那就代表间接的 好像有暗示性的承认说 应该是台湾这边邀请的 好 如果是如此的话 当初邀请后来改为不邀请 然后在最后盛大的邀请 然后在大张旗鼓高调的来去铺陈 白宫都看得眼泪 如果白宫的拜登想跟习近平 在11月份的集团体要会面的话 他就必须要仿造 小布希当初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911之后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所以他一定要打一下 陈水扁一个耳光 所以当时陈水扁就会 拜登 小布希是故意的 在公开场合 故意的把这个讯息泄露出来说 这个陈水扁是什么什么养的儿子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其实也就是需要 跟中国大陆合作 这个时候要打一下耳光 说你搞一边一国是什么意思 好 问题就在于 拜登如果想要跟习近平会面的话 那他势必必须要惩罚一下 蔡英文当局 才有办法来跟习近平会面 可是目前的氛围跟局势来看 可能性不大 我估计拜登可能不会做这件事 可是如果万一拜登 做了这件事的话 民进党也好 蔡英文也好 不就麻烦了 可是更麻烦的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在这件事情的路线上 是跟民进党站在一条线 所以即使美国打了 民进党蔡英文一个耳光 我说即使 国民党也不会得分 因为国民党是跟他绑在一起 所以我是认为 人类间最蠢的在业党 可能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那个百年老党 好 我们来问一下大使 你看到日韩 他们态度都非常明确 都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跟裴洛西跟这整件事情 好像想要划清界限 最不清楚的是我们台湾 你看看连这个东协 都已经闻到这样子的氛围 这场外长的会议 大家都在聚焦 美中两头大象 正在对峙的时候 只有我们台湾傻 这样站出去选边 你看看韩国尹席悦 讲得很清楚 他在乎的不见裴洛西就不见 因为他考量是韩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谁说裴洛西一定要见 谁说一定可以来台湾的 如果对我们的国家利益 不符合的话 就不让他来 他就是一个灾心 他今天所有的灾祸 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碰到 比如说我们的果农 我们的食品商遭受到损失 受到灾害 谁造成的 裴洛西 坚持跑到台湾来 谁让他来的 蔡英文 这两个人联手 你台湾代表灾害 人家尹席悦 我考量国家利益 对不起 我不见你 要跟人家学一学 日本人讲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现在台湾被团团围住 飞弹在头上飞来飞去 日本的有事就是 我不做评论吗 那不就是相信他的人 就是太无知了 可是拿日本这件事 一直在台湾洗台湾老板 台湾人的脑的是谁 天天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 天天在台湾洗台湾人的脑 好 现在看了事情真正 事情面对现实的时候 日本人怎么表现 美国的军舰 对不起反方向跑了 坚弱磐石 民进党天天在讲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的 然后花了6000亿台湾人的血泛钱 今天到你怎么样 到你报效国家 爱台湾就在此一举 请问你们要做什么 你说我们备战不求战 对不起 飞带已经从你头上过去了 是 这些人嘴巴现在说的话 现在都要备 一一的备怎么样 接受我们人民的检验 爱台湾的人 在台湾遭受灾难的时候 真正大祸临头的时候 这些爱台湾人到哪里去了 我想请问一下 花了我们台湾人大笔大笔钞票 说跑到外国去做外交 去维持邦交 去怎么样 去买武器 现在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 我真的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是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对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个美国退不退出第一岛链 我认为倒是不会 因为这是势力范围 势力范围的推移 挪移 我认为中共它现在已经到 已经在台湾周边已经做围岛演习了 围台演习了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势力范围的问题了 可是势力范围挪走了还叫岛链吗 对 不是就是岛上面这样叫做岛链 岛链缺口 岛链还在 但是缺口破窗 这破窗出来了 有一个缺口了 就跟我们今天 他的无人一到金门上空 破窗出来了 你再不来 他接二连三 有一就二 他在试水温 然后无人家再出来了 刚才翟轩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会不会油盐转站 这个以前的时候演习 油盐转站的这个状况之下会有 但是我认为油盐转站的几率 这个可以值得观察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 伊士大战的时候 伊士大战的时候 爆发那一天是假日 他们那时候双方都不想打仗的 那前面打起来了 前面已经打起来了 被人一发不可收拾 是这个样子 上面大哥都不想打 前线打起来 打起来没有 要变成胆小鬼事业 谁可以缩手 谁缩手谁就示弱了 整个伊士大战这样就开始爆发了 打了三年半 就是这样子来的 是这样子 那也不是演习 没有演习 所以很多事情就主要担心了 不能有战略误判 战略误判会因小施打 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就是裴洛西来台湾 就是说有些 我认为有些民粹 我们民粹爽了嘴巴 讲了大话 但是却丢掉了主权 因为以前你看台湾这个 他不会过来 他已经过来了 现在过来的时候 我认为担心的不是他在台湾周边军演 而是我们的战略终生被压缩了 你战略终生被压缩了 变成你缓冲空间不见了 将来的话 你都要全死制装备 因为他就在附近 你怎么办 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要非常的谨慎 换句话说 国军要面对高张度 高压力 高警戒 高戒备的状态之下来 因为已经就在你家门口了 甚至我们知道距离高成20公里了 以后他就常态性 感觉上已经不是家门口了 可是我们已经站在战区里了 对 他现在就在门口 你换句话你的空间会不见了 我认为我比较担心的是 我们战略空间被压缩了 好 所以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刚刚这一个国防部出来 讲到这个东风导弹的目标区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他只是证实说 真的有东风导弹的发射 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这一个 这个国防部可以更明确的 告诉我们更多的资讯 有多媒是几媒 那为什么都不讲清楚呢 都要用一种模糊的方式 让我们台湾民众 现在身处战区的感受 可是却没有知的权利吗 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